曹植写的七部诗名扬天下,郭墨若不夫也写了一首,你怎么看? 提起曹植我们都想到那首七部诗,但其实曹植的文学素养并不仅限于此之部,或是因为这首诗的背景才如此的出名, 而曹植的文学素养,虽说称不上古人之罪的,是在文学上地位,也是非常的高的甚至其最出名的这首诗,也成了我国家御户晓的一首诗而这首诗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他被自己哥哥残害的时候。 在以七部危险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可以说表现了,他的一种集之同样也是多年,文学积淀的一种喷发,那么曹植,真正的才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 我国的唐宋时期是文学的景喷时期,而南宋一位诗人就曾经这么说过,那就是,如果天下的才学有一时的话,曹植独战八斗, 他自己占一斗其余人分剩下的那一斗。虽说这句话被别人批判得不成样子,但也都是觉得他自认但是说曹植的那句, 却没人访定可见曹植在文学上面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在近代却有这么一位,以骂曹植出了名甚至还批判,七不失这首千古名句,为狗屁不通而这位就是, 郭沫若先说说郭沫若为什么说七不失狗屁不通,不因为他觉得豆梗燃烧之后让豆子升华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那是一个什么情况,曹植残害自己的弟弟就为了自己能够安心坐稳皇位罢了和自我牺牲什么的, 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了,就算是豆梗牺牲了自己那豆子,不是也不能再发牙了。 不是呢?郭沫若到底为什么要以骂曹植为乐区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文学环境,所有人都以古人为重。 而郭沫若这个时候就想做一些特地独行的事情,先是写了一篇《闷曹植》,将曹植骂了一个狗屁临头之后,在末尾削了一手反其不失。 但是郭沫若的这种行为虽说让他自己出名了,但是却是臭名因为当时有误,数的学者指责他颠倒是非。 甚至还有些人说,他有华众取宠之险,不过其实本身他也就是奔着这个墓地去的。